大家好啊 好久又没更新了 这回呢我们赵丽 暑假的时候呢是在 泰国待了两周的时间 赵丽我们分享一下 在泰国这两周的所见所闻 这回呢是国泰航空 从香港转机 你看这下面香港 上面看着真是漂亮 香港转机每个人是2000块钱 来回机票 我觉得价格还可以吧 那跟我们去年相比 菲律宾航空呢 那就飞机上 空间呀体验都强太多了 包括这个菜式 你看这美人还有这个哈根大斯吃 这这这在下边正常 我们都没吃过 在这坐飞机 坐国泰航空 这体验了哈根大斯了 舍吃一把舍吃一把了 那不出意外啊 一切都非常的顺利 时间呢 等候转机的时间都非常的好 安排确实都非常合理 比去年啊 但不出意外 那意外就要发生了 我们在取行李的时候 那行李告知说没有啊 丢失了一件 那这个机场的工作人员 一直帮我们联系啊 从这些联谊香港 后来在北京找到了 说这个机就没上飞机 我们的行李啊 那他就等下一班飞机飞过来 然后我们再拿这些行李啊 他给我们送直接送到酒店去 出来我们就直接就租车了啊 然后说到这个泰国这个租车啊 我这回真是深度的体验了一把啊 真的是非常的推荐 你像我们是五个人啊 如果你打车的话 那我们至少得搭两辆车 你打七座的商务车呢 这箱子肯定是装不下的 要不你就包车 包一个九座那种 叫什么金杯啊 还是这海市啊 阿尔法呢 就太贵了 咱这时代时代用不着 可能九座 七到九座的这么一个车 那可能一天也得将近 八百九到一千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费用有点太高了 因为我们里边还要包含 两个大的行程啊 就是我们计划是到巴提亚 就是曼谷到巴提亚 巴提亚呢 还要回到曼谷的机场 这样的一辆车呢 是三百三百多啊 如果要是打两辆车的话 就是六百七百的样子啊 你每天呢 还要两次的吃饭啊 出去外出啊 你都是需要用车的 所以呢 还是有车方便 毕竟有老人 他走路啊什么的 他我爸这个脚呢 还崴了 崴了就现在走路也不太方便 所以就尽量少走吧 少走呢 就有车 就得有腿啊 当腿使嘛 所以呢 就我们租了一辆 这个七座的SUV 这个车呢 在国内还真没有 它叫什么 丰田Veloz啊 价格人民币 合人民币 大概十五万块钱啊 也非常经济实惠的一款啊 我看街上有好多这样的车 就这种 这种型号的车啊 刚一开上啊 呃 不是很 很适应啊 其实可以 或者说就是非常不适应 就我们根本 那天晚上 头天晚上 我们根本顾不上拍视频啊 就是非常的心上精神高度集中 所以就生怕走错路 但是呢 还是走错了两三次啊 多花了贸租费 走错了 你就退回来 再接着同一花再上去 就是这样啊 但是呢 就是这叫什么 learning by doing啊 做中学 越学越好 越看越好 所以呢 第二天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去超市啊 就一切都很正常了 那泰国租车呢 这辆车呢 是一天是230 我们在协程上提前把单的订好 订单订好 呃 要求呢 就是国内驾照和国国内驾照的翻译件啊 就是这个翻译件是免费的 你在支付宝什么租车呀 什么的 他免费的给你做 做好了啊 然后但是呢 邮费是不免费啊 18块钱给你寄到家 有这辆件 你就在泰国呢 就可以合规的租到车了啊 所以呢 有车呢 是非常方便 泰国对自驾呢 我觉得是非常的友好的 因为整个这个国家的驾驶呢 就非常有礼貌 非常文明驾驶啊 只能真的是有文明驾驶 在国内便闹 你打转向灯 都怕你这什么加三插队啊 就马上就给你顶上去了 把缝隙给顶没了 就让你很很头疼 在泰国呢 你稍微一打转向灯 人家马上就让你了 停车呢 这停车位 你看这超市停车 根本就不花钱 没有收费的地方 尤其这种大型的购物中心啊 包括那个商场 21行站楼啊 巴提亚那边是不收费啊 曼谷那边没去 没开车去 不知道 但是基本上啊 就是这种商业地方 吃饭地方 包括巴提亚的海边啊 全都不收费 你说这东西你画线画的好好的 泰国人是不是傻啊 他为什么不收费呢 然后我们就到了这个 就迪卡农啊 因为儿子这个箱子不是没到吗 你差着一天 就没有换衣 没有衣服换了 所以我们也没办法 现在买个什么短裤啊 买个衣裳 让他能换 因为也挺热的 然后顺便呢 在这个超市 莲花超市呢 我们还剃了个头 你看我们儿子特意要到泰国 要提一个泰国的一个发型啊 那个理发师这个姑娘呢 也是非常认真啊 我们跟他说就是剪短啊 自然一些剪短一些就可以了 他一定在那个墙上找一个照片 要哪个形 哪个造型 非常认真 要哪个造型 那我们就给他指了一个这个造型啊 墙上应该是150泰铢啊 剪一个头 其实按说也不便宜啊 泰国商场里边那个剪头可不便宜 我们就顺便又逛了逛超市啊 买点什么饮料什么的 其实逛了那个超市呢 感觉啊 这价格物价呢 真的只是比国内要贵啊 尤其我们经常 经常那个 经常买的 尤其我们在什么叮咚卖菜 你看这个鸡翅啊 什么的 鸡爪子呀 鸡翅啊 这些都比我们的贵啊 就我咱也不说这个 现在最近涨钱了 所有菜跟肉都涨钱了 但是我觉得也是比咱们那个要贵的 可能他们去菜场吧 或者说是那种农贸市场可能买 可能当地人为更多便宜点啊 你们可能这种大超市 可能品质啊 相对来讲可能更好一点 那说一下我们这个住啊 住就还是跟去年一样 我们就今年都没拍 我把去年的视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还是这个叫皇家河畔酒店 在吞屋里一侧啊 其实是曼谷的河对岸啊 其实要搁在北京的地理位置呢 可能就是长区都过了啊 那通州区这么一个位置 主要呢就是房间的比较宽敞啊 价格实惠 而且呢还是一个河景房 你看这个是那个卫生间啊 我们四个人呢 正好是小孩这有一个上下铺啊 你看小孩这个在那个上铺玩的啊 就是一个上下铺就能玩半天 一个阳台上有个一桌四椅啊 然后我们在7-11买点什么吃的 一边在这吃一边看看这个 梅娜河的河景啊 就是毫不惬意啊 吹吹这个河风 酒店呢 这个位置呢 交通呢 主要是靠那个交通船 就是河上的这个公交的船啊 一上船呢 应该就是三块两块多钱 三块钱那样的啊 你坐多远 都是单一票 单一票价 去艾康森阳 就陷落世界 十多公里啊 也就两三块钱啊 离酒店呢就可能几百米的路程 直接走过去也好 然后酒店还有那个秃秃车 也可以免费的百度过去啊 就是这样的这个公交船啊 小孩也特别爱坐 几块钱 哎 过船也 其实就是旅行吧 就是体验到另外的地方的不同 哎 曼谷的交通呢 它有公交船 这个系统呢 是公交系统的一部分啊 重要的一个部分啊 因为曼谷也是非常堵车的 你要坐船的话 还是非常通畅的 啊 不会堵车 而且呢 也不热 还能观光 所有的曼谷的那个重要景点啊 都在这边啊 啊 酒店边还有这种轻轨 是那个MRT啊 这个叫施林通寨 所以这个酒店的位置呢 虽然不是在最核心的位置 但是交通啊 很便利啊 价格很实惠 啊 干净有卫生啊 你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啊 订房的那个 主要要点呢 就是多比较啊 得多刷两个平台 就像我们这经常在鞋城上订 但是鞋城呢 这回一看呢 就并不是最便宜的 在那个高达 安可达上面啊 他那边是最便宜的 这四个人的房间呢 这是400多块钱 含四个早餐 我爸这标准间呢 是300多块钱啊 但是含两个早餐 你看他从我爸这房间 这个大阳台上往外看啊 整个这个180度的 这个梅南河景 尽收眼底啊 这台湖的这个母心河啊 梅南河 然后呢 我们这儿下边呢 是这个酒店的小餐厅啊 晚上那边有那个 小什么火锅啊 摩克泰啊 就是也可以点菜啊 晚上呢 是这样式的啊 你看看这个晚上 这个就叫 宫通桥啊 也叫华人叫双喜桥 泰国这个名字呢 经常就是搞两个 因为呢 这个现在呢 就是阴影泰国的一个 泰语名字啊 阴影过来 然后呢 就是本地的老华人 他们经常的会异议 而且呢 用朝中 有的是朝中话的音译 有的是异议啊 他们有他们的一个 一套翻译啊 就经常就是各个府啊 或者这个地方啊 他就两个名啊 就叫宫通桥 也叫双喜桥 那叫梅南河呢 也叫赵 赵批夜河 好 第二天的夜里边 我们的箱子也到了 夜里11点 给我们打电话 说箱子到了 我们说已经睡了 那就第二天 我们去前台拿的 那东西也齐了 那下一个视频呢 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都玩了什么 吃了什么 好吧 那下期见